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是不了解 因为中国那个都是拐弯抹角的东西 我可以这么说了 39岁以前我根本不是中国人 那时候都是重阳 外国人什么都好 我也曾经到纽约大都会去过中秋 看看是不是的确是 西方的中秋比较月亮洋元 可是我慢慢感觉到说 那一套根本行不通 因为我是学西方的管理 最后是受气 气的简直是五种病都出来 我说算了算了 我是那个时候才开始读《疫经》了 读完《疫经》我才知道 原来是我的错不是大家的错 因为我不了解他们 然后我就开始调整 按照中国人民族性去做 做到最后五种病都不见了 所以人本来是不会生病的 因为你做错了 你用错的方式 你就生病了 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病 你把它当作症状 你看就一年之差 你只要当作病 那你一辈子就吃药 你有病一定要吃药 我把它当作症状 症状一调理就过去了 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嗯 手要痿状一肯 哎呀 有一种 识